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发动机里面去扔 后来被这个抓了之后呢 他说他扔这个硬币的目的很简单 是为了保平安 是为了祈福 所以让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后怕 他这完全就是拿着别人的生命在祈福 但是这样的事件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在2017年的时候 曾经在深圳航空一架从武汉飞往沈阳的班级上面 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往这个飞机的发动机里面扔硬币 后来呢 被警察抓了之后 他说在那排队的时候 闲来无事 觉得很无聊 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可以趁这个时间来起把符 于是就拿出硬币 往这个飞机的螺旋桨里面扔了过去 之前还有这个2017年9月份的时候 也是一位姓李的一位乘客 在飞机当起飞之前呢 扔了一枚这个硬币 往这个飞机的螺旋桨里面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人所谓的扔硬币去祈福 他祈的是哪门子福 但是这个祈福文化在中国真的扔硬币 这种文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是这一次扔这个螺旋桨 我们再请导播队放下 这是在某一个这个博物馆里面 这个玻璃框里面装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恐龙的一个骨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柜子里面 他往这个恐龙骨骼这个地方去扔硬币 除了硬币还有纸币 我就真不知道 这是祈求这个恐龙每天晚上 给他去托个梦呢 还是在他生活当中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呢 还是让他脱离这个恐龙般的这个面貌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是在动物园里面 给这个鳄鱼扔这个硬币 那目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他这个鳄鱼赶走去驱走他的厄运吗 找一个谐音吗 真是不得而知 而且更可怕的是在动物园里面扔硬币 有可能被这个动物误食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对就是这个乌龟 就是因为他在他生活的这个池塘里面 每一天都接受无数的游客的这个硬币投食 所以呢他误食了这个硬币之后结果就结束了他这个生命 我们知道这个乌龟的寿命一般是很长的 如果不是人为的迫害 估计他还能够见到那些扔硬币的子子孙孙的后背 我们再来看下张图片 这是很常见的啊 中国式的旅游 只要是在任何景点有一个池塘 甭管池塘里面有乌龟有小鱼有什么东西 那就大把的扔扔扔扔硬币扔纸币 那当然到了最后呢 这些个景区的管理者就是大发横财了 等这个游客出了门之后 用捕捞网用各种器皿把这个货币给捕捞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是哪呢 这是北京的十三陵万历皇帝的一个 这个林木当中的一个座榻 座榻上面堆满了这个货币 是希望这个万历皇帝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去找他 去找他去说说话 去找他去玩个游戏 除了在这个墓地 在这个杭州的雷锋塔 这个机址上面也堆了很多的货币 所以这个中国游客这种货币走到哪儿 投到哪儿 这种旅游风格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了 当然我们可以谅解人们这种对平安的这种夙愿 是吧 对于祈福的一种美好的追求 可是有的时候啊 我们就很多人会说这个用硬币去投井 去把这个硬币投到各种的池塘里面 是不是中国式的旅游的一种习俗呢 是不是唯独只有中国人才有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 主播杨阳和主播佐贤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是不是只有中国人 才会有的一种旅游的特色呢 我觉得投硬币肯定就是可能在中国比较常见 就像刚才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寺庙 食堂 任何有水的地方 一定都可以 如果能反光就能投硬币 有这种感觉 可是呢 好像除了这个投硬币 大家祈福方式的是各种各样 我们就是有那种像是摸这种 摸门环摸大象 对就是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吧 好像是在各个世界各个地方旅游的时候 大家都会到著名的景点 然后会跟风做一些很游客类的事情 那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通过摸这种雕像 比方说呢 就在华尔街有个金牛的雕像 然后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摸 牛屁股 必须要摸那个牛屁股 为什么要摸牛屁股呢 不是屁股 是那个 牛角 牛的膏丸 哦 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我当然不知道 那个地方非常正亮 大家都是蹲在那个膏丸旁边去拍照 他是只能摸到那个地方 还是特意的就是有什么追求要去摸 你的人的那个身高 肯定是高于那个牛的那个最高的地方 可是他们就特意蹲下去摸那个牛的膏丸 有没有打听过有什么讲解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来没有查过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摸 可是呢 如果你们去过那个地方 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摸的正亮了 除了这个呢 还有博士顿大学不是有一座很这个著名的雕像吗 然后我发现 其实不管是亚洲游客啊 中国游客 或者是其他游客 他们都很喜欢摸着那个雕像的鞋子 去跟他拍合照 所以有这种祈福的说法在 好像是人力能达不到的事情 他们就想要借助某种神灵的庇护来 某种奇特的寄托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 也可能是不是他就是就觉得好玩啊 觉得有一个洞 我就刚好有个硬币想扔进去 或者是很多人到这里 比如说这个皇帝的座位啊 扔钱的可能是不是有一种 到此一游这种感觉 可是问题是这不是在故宫里边 在地宫里边 就是在坟堆里边 我觉得就很疑惑 为什么在中国就大家祈福的方式都是通过钱呢 像这种小的钞票或者硬币 没有在欧洲啊去旅游啊 各种水池许愿池都是硬币 对啊对啊 不只是中国人 我觉得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硬币祈福的这一种习俗 可能是这个硬币第一是比较好带 帮币 第二的话就是随身可能都有 第三的话呢 他就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嘛 你刚刚给我看那个水池里面的那个扔纸币 就让我想到 我从小好像很少见到我扔纸币的在水池里 这能不能算是破坏人民币呢 而且我发现呢 可能人们是已经没有身上没带硬币 所以就开始扔纸币了 已经以后会不会有扫码骑伏的东西 就是这样 像刚才卓显讲的 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面 有很多这些名人的一些个铜像啊 很多人去摸那个铜像摸那个鞋呢 是希望自己能够孩子能够考上这个大学 尤其是这个这个中国人来美国大学旅游的时候 他就一定是寄望于孩子能够考上这个大学 蹭一蹭这个名校的光 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事件 就是曾经有一个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叫莫延 当时那个莫延的故居前面不是有很多稻草吗 很多游客到了这个莫延的这个这个老居 其实不叫故居 所以当时出来挂一个故居 人们觉得很惊愕 明明人家活得好好的 后来就改了一个名字叫这个莫延的这个旧居 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游客呢 就尤其是在这个家里边有高考的小孩 就到这个莫延的这个旧居前面那个河场里边去拔那个河草 然后回去供着啊 说这个莫延是什么中国什么神话当中有个什么文曲星转世 说拜一拜那个河草呢 孩子能够这个高榜中这个什么叫叫高考这个榜上有名啊 能够考上个更好的大学 所以各种祈福也是有种寄托 但是我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很多奇葩的这种祈福 比如说中国有个历史名人叫霍去病 人们认为这个霍去病霍去病啊 他能够去病 所以当时有很多这个游客去霍去病这个故居的时候 就拼命的摸那个霍去病的那个 我不记得是故居还是他的那个 那么坟营了就去摸 其实啊 这个霍去病在中国历史上 英年早逝 死得很早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现场的我们两位嘉宾啊 卓贤跟杨阳 就除了这个投资硬币 投纸币 还有哪些就是你们听过的时候 见过的时候看到过的奇葩的祈福的方式 嗯 这思考时候的第一个那个想法就是投硬币这种事 我们上一辈就爸爸妈妈那一辈都会做 那我们年轻一辈怎么祈福呢 那就是表情包 又换头像 不一定表情包吧 记得 现在最火最火的这个头像的肯定就是杨超越 杨超越 大家就杨超越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这个 我介绍你 转发这个杨超越 对对对 就很多人就把杨超越 就是这样的 祈福的一个 呃这个照片呢 就劈成各种表情包 比方说在他背后加着光环啊 然后在上面劈上转发这个杨超越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呃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呢 就是根本就连一毛钱一块钱也不用花 你就把这个图片下载下 换成自己头像 换成背景图片 大家就觉得杨超越可以庇佑自己 现在已经发达了 变成网络祈福了 以前就是实体祈福 现在是网络祈福 但是在中国啊 你看到比如说看到一棵非常大的树 一定会有人上去挂绳子 挂绳子祈福 嗯 挂红色的桥绳 嗯 或者是在法国 只要有桥就有锁头 嗯 对 爱情祈福 嗯 总归来说如果是一种美好的一种追求 大家都能够理解 可是 在这种追求 像这种 在飞机的这个发动机里边扔硬币啊 这就不是这种美好的追求了 有的时候会把这种追求变成一种对于更多人的一种伤害 所以有的时候啊 真的就是我们在追求美好的时候也应该更加的头脑清醒 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安全意识 不能丢了 好了 也欢迎大家这个在我们的栏目下方呢 给我们的节目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啊 也欢迎您 这个点击转发以及订阅明镜电视 那么这一趴的明镜聊天室就给您分享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趴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